高端流感疫苗 孩童長者共配疫苗全面開打 不過高端流感疫苗 在台灣臨床試驗 只有針對20到50歲的年齡乘坐 而20歲以下孩童 跟50歲以上長者的臨床結果 都在韓國 欄偉要求高端提供 韓國試驗安全數據 沒想到被拒絕 剛剛好現在所有在打的 都沒有在台灣做三期的實驗 我們在調相關資料的時候 高端卻竟然以所謂的商業機密 難道高端的商業機密 要正於台灣人民的安全嗎 高端流感疫苗 給孩子老人家打安不安全 為什麼是商業機密 專家質疑當中有鬼 藍尾痛罵 難道又要封存30年 例如機密就讓人覺得有鬼吧 有效性跟安全性數據 是必須公開 沒有什麼不可見人的東西 證實這樣的行為 就傷害了民眾對疫苗的信任 不只高端流感疫苗惹疫 藍尾更加碼爆料 去年五月指揮中心 透過加售公司 購買502萬5000劑的韓國快篩 交付九成貨款高達4億2648萬元 結果三個月後發現這批快篩 竟然無法偵測病毒 但是政府還敢加購30萬劑 部分黑心快篩早就流入市面 離譜的是直到今年3月 加索向政府要求退換貨 但政府堅持退款 相隔半年直到今年10月初 傳出疾管署迫於壓力 同意退換貨 而且要付清尾款 等於4.7億的黑心快篩 恐怕全民買單 快篩技早就功過於求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不退回貨款 又給你500萬劑快篩技 是怎麼樣呢 放著過期嗎 今天衛福部是怕迫抗你知道嗎 並沒有做任何強制執行的動作 我不曉得天底下 有沒有這樣子的割地賠款 喪權入國的一個做法 黑心快篩 當時流入市面 不曉得還害了多少人呢 藍軍怒轟從神秘的高端 到黑心快篩 蔡政府執政下 到底有什麼不是機密 有什麼錢不能賺 記者黃毅俊 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 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